報紙訊息帶您看到的是 三創資訊園區傳出要將部分的樓存 改成多功能的展演中心 辦演唱會等用途 遭到質疑是違反了土地使用分區規定 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 已經交代都發局建立合理的規範 還說這件案子如果不會過 台北市大概都完蛋 三創最近提出要將八九樓 編更為親子館還有餐廳 十二樓由餐廳改為多功能的展演中心 但是上個月底舉辦了小型演唱會 遭職疑是違法使用 也扯出了空間變更爭議 外界質疑三創為何可以說變就變呢 那麼要來設現場的表演場 那麼北市都發局表示 三創園區所在的華山地區 都市計畫定有淡書 只要北市府認定可以就可以